各位隔員請盡速就座 現在開始上課了 謝謝 好 我們各位學長 各位同志 大家是不是就就座了 好 好 我們現在就繼續來上課 那現在接著來講 我們來跟大家介紹 有關預算書的範例 這個不好意思 有時候講啊講 講講,用台語,大家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如果說是有聽不懂 我們就全部用國語講也可以 或者是說 但是有話說到台灣會來 台灣會 我覺得現在的孩子 有很多小孩子 如果在學校 你看現在的小孩子 台灣會說得真正 你聽得真好玩 台灣會不會練回來 其實這個有一個笑話 這我想可能很多人都聽過 在網路上的笑話說 現在的小孩子 台灣會說得很不好 怎麼樣子的不好呢 會鬧出很大的一個笑話 就是說一個航空空室的空中小姐 我們知道坐飛機如果說 要降落的時候空中小姐 是不是都有一些要做一些廣播 有一個飛機上面 那天都帶了一團的阿公阿嬤 一個旅遊團 那個空中小姐 她等於是 飛機要降落 快到目的地要降落的時候 她當然看的都是阿公阿嬤 她都會比較親切 用台語來做公佈 你知道說她的廣播稿 的原文是這樣子 廣播稿 原文是這樣 各位阿公阿婆 我們的目的地要到了 請準備好你的行李 我們要準備著陸了 等一下大家就慢慢走 我會在門口跟大家說再見 說拜拜 這個原文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對不對 但是那個小姐 那個空中小姐 她就為了要說台語 但是台語說到變得很差 她說到旁邊 各位公佈 我們的問題要到了 請要準備好你的行李 我們就準備要路途了 稍等下給你們 你們大家就慢慢走 我的門口跟大家拜拜 這個 所以你說 這個台語來說 有時候會講 兵兵是沒有練習 說起來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 會鬧很多笑話 好 來 笑一下就好 因為我剛才 剛才我是看大家好像 這個好像有這個 這個下課完了 好像還有 因為我們可能人很多 很多人可能 下課的時候 還沒 一些事情還沒討論 所以我們就 講個笑話 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分隔 這個 以前 我以前不其實都看很多 尤其是日商的公司 為什麼 為什麼每天早上 就很奇怪 那個 這個早上他們可能要一起集合 要 唱歌 或者是做什麼 精神講話 或者是 升旗典禮 我想說 升旗典禮 訓話 這個不是學生 中小學的時候 才有在玩的遊戲嗎 為什麼 到了公司 很多日本的公司 會做這個 就會覺得很奇怪 這老闆 付薪水給 付薪水給員工 然後來做這些 什麼唱歌 或者點名 或者什麼這些 或者是在升旗典禮 好像 這個會不會說 浪費 浪費錢 後來去了解 原來是這樣 他們日本人的 經營的一個想法 因為 有很多人來講 一早上班 可能到了辦公室以後 有沒有人才開始吃早餐 有沒有人才開始看報紙 有 有沒有人很多 他去上班之前 到辦公室才開始去打電話 去幼稚園 我剛才把小朋友送去幼稚園 那小孩子今天有什麼事 要跟幼稚園老師再聯絡一下 有沒有到辦公室才開始做這個事 有啊 那這個有時候一聊的話 搞不好是留半個小時 聊一個小時 有沒有可能 有 所以他們為了是說 要讓你這一個什麼 這一個上班跟之前該做的事 跟上班之後該做的事 做個區隔 所以有很多公司 他就認為說 我寧可花十分鐘二十分鐘 我們做一些團體的這些活動 那你早餐沒有吃 你要吃早餐 你總是要在這個 大家要一起升旗典禮之前 把它吃完吧 你要看報紙最好 你是不是要在之前把它看完 你能不能等到說 這個大家在做這些升旗典禮以後 然後再繼續來做這個事 所以說這個 就有時候是很多日本的商社 他們做的這些活動 有時候我們看表面看起來好像是 你怎麼做這個事好像很奇怪 其實他有他的目的 那就像是這個 剛才看各位同學有的 可能進來還在跟隔壁的 還有一些事情還沒有講完 那老師就講一個笑話 那只是說跟同學講 好 那我們笑話講完以後 我們就回到我們上課這樣子 不怎麼好笑 不怎麼好像都在講一個笑話好了 我們這個台灣未來講 我們講溝通 我們講溝通 那是說一個阿伯 他就都不知道 一邊坐飛車 他就買車票 要普通車的萬車的車票 他不知道怎麼坐一塊車去 你的車長來就要說阿伯阿伯你這個 你要補票 這阿伯就很疑惑的跟他講說 補票 票也是你們加的阿 現在要怎麼補 加也你們加 票加就加不需要補 阿伯不是啦 不是說要票補起來 是說 因為你買的車票是 火車開慢 你坐這班開快 所以你還要補錢 阿伯說沒有啦 這樣不合理啦 阿伯你不要叫手機 塞到外面我沒空時間 這阿伯有沒有錯 他說沒有 你又叫司機開慢一點 反正我又不敢吃 好 來我們這樣笑笑就好 因為這個大班的上課啦 這個 把精神集中過來 我們就開始 我們還是 我們這班也算快車 所以因為我們的 要講的課的內容的話 我們有時間有點趕 好 我們剛才介紹完了 預算的基本概念 我們現在接著來講 就是 預算書的範例 那預算書來講 我們以前 大家都聽過 但是 預算要怎麼呈現呢 它的具體的東西 就是 落實的是什麼 預算書 那預算書 大概就是 長得這個樣子 任何一本預算書 它的封面 就是說 像這是 中華民國103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 那單位預算是什麼 它下面的一個 一個 政府的一個 一個單位 這是 立法院 我就拿領 103年 104年 這個就是我們 預算書 就長得這個樣子 但是長這個 這只是個封面 預算書裡面 應該是 要 裡面有些什麼東西呢 我們知道說 在預算書來講 我們其實 每一年來講 政府的總預算書 那是一兩百本 各單位 各個公家當 行政單位 和基金單位 差不多 現在差不多八月 下個月的時候 大概立法院的工友 就會開始用推車 把那個什麼 預算書送給每個立法委員 然後從九月份開始 會期開始就要進行 下一年度 104年度的預算審查 這預算書 每一人拿得都很大 但是有時候你光看 你就看不知道 他在講什麼 事實上來說 我們以前看小說 都說什麼 無字天書 對嗎 那預廷說 大概武俠小說的一個 一個故事的情節 一定都是說 一個很憨厚 很故意 很老實的 年輕人 然後他到處去 被人家欺負 突然哪一天 他去山裡面 跌到山谷 然後他不小心得 看到一本什麼 無字天書 他就這樣頓悟 那武功就加強 那回來就變這樣 這武器 稍稍聽到要死 裡面來講 就是講的什麼 無字天書 看不看得懂 要有會跟有地匯的人在看有 我們預算書來講 我們這個不是什麼 不是無字天書 他是有字天書 他來都有沒有字 有有用力 但是看不看得懂 很難看得懂 裡面有什麼 因為裡面內容很多 裡面怎麼多呢 他的內容來講 大概 一個年度來講 預算都一兩百分 而且各個單位都不一樣 但是他內容很多 但是你如果說 把他整個匯整起來 來講 他的內容大概不外乎 包括裡面這什麼 預算書內容 大概分成三個部分 一個是 預算書的總說明 第二個是 他的主要表 主要表有 税入來源的預算表 還有税出正式別預算表 税出機關的預算表 再來是第三個付書表 那付書表的話 這個不同單位不同機關 就有不同的付書表 所以說預算書 你可以看來講 它是很複雜 但是它的內容是 你要整理很多 但是它大概都是可以分成這三類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說 第一類的話就是 任何一本預算書裡面 這裡都有一個總說明 總說明 總說明通常就是 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 敘述性 介紹說 這個 編這個預算 這個單位 它的性質 它的屬性 跟它的那個什麼 跟它這編制的內容 做一些敘述文字性的一個 一個交代 這是說 預算書的總說明部分 都寫這些 那這個等於是做一個背景介紹 那預算書來講 它的第二個部分來講 一定是都有一些什麼 就有幾個主要表 那主要表 剛才有講 總共有幾個主要表 有三個表 那三個表 第一個表是什麼 稅入來源 來源別的預算表 那這個就是說 你每一個單位來講 你的稅入 是從哪裡來的 你每一個單位來講 你這錢是 你要多少 你的錢要從哪裡來 我們 我們這一個 剛才在講講說 我們預算法 對我們規定 我們是 剛才是講 規範立法院 立法委員 你一定要審它的稅出 對不對 但是並不是代表說 你編預算的時候 不要有稅入 所以稅入它還是 但是要編章 你的來源是什麼 這樣子 然後再來呢 稅出正事別 稅出的話就是說 你要支出的 你的預算 你要錢用它下去 那你的錢要稅出 你要用到做些什麼事 你這個單位 你有什麼工作要做 或你這個錢 你要花到哪裡 你要用到什麼 用到人事會 用到設備會 用到什麼 這個 你要辦什麼活動 比如說 你這個單位來講 你要辦的是一個年度的什麼 這個 比如說 我們現在 這個 可能我們再過幾年 像台北市政府要辦什麼 四大運 對不對 這個是世界大學運動會 那整個可能要花200億 那200億來講 可能今年來講 可能就一年開始籌籌 存30億50億一直下來 這個是你有做什麼事情 稅出 那除了稅出的正式別以外 另外來講 還有另外一個什麼 我們要控制還有一個什麼 稅出的機關別 那機關別的話 就是按你每一個單位來講 比如說你這一個教育部 你編的預算裡面 你錢要花比如說要花1000億 1000億你要用到哪裡 用到高教師多少 國教那個 技職師多少 國教署多少 或者是補助中小學 或什麼多少錢 這些都是什麼 你機關別的話 按照機關別來編這樣 這個是主要表 那再接著的話 就是附屬表 那附屬表 我們知道說 附屬表的 這個每一個單位的附屬表 差異就很多了 像這個 剛才我們看的這個是立法院的 因為立法院相對他的業務表 所以他的一個什麼 一附屬表 就是 比如說他就是編一個什麼 稅路相互的說明提要表 你可以再把一些 他剛才我們看的話 他總共是附屬表幾個 只有十幾張對不對 那有些單位 比如說像交通部經濟部 他們這些單位的業務 就比較複雜的話 所以他們的附屬表 有的就是多到二三十項 甚至上百項的都有可以 所以這個附屬表的話 這個就是按照你各單位的屬性 而有不同的這些附屬表的編列這樣 那我們這個剛才只是跟大家簡單看一下 我們這個預算書的書面資料 再來是說 我們現在再來是說 要看一下說 預算編列常見的書師 比如說在編列的時候 如果說我們在審查這個預算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說很多機關都會 會有哪些書師 其實我剛才有講過 這個站在審查來講可能是書師 在行政黨委搞不好這是 他們的每個 或者說他們故意要這樣子做的 那我們節省時間 我們把這個全部都列出來 常見的書師的話 我個人是把它列出來 有差不多有十項的常見的書師 第一個就是說 預算的編制 為配合國家的總資源的供需模式 我們一開始講說 你的預算編制來講 你要考慮到你的總資源的供需模式 因為你知道說 我們的總資源的供需量或者是什麼 這個是不是你要評估 我們記不記得馬英九在他的競選的時候 他有提出來一個什麼 633對不對 6336是什麼 我們的經濟成長力要6% 但是我們來看 這個 我們這幾年來講 我們什麼時候我們的經濟成長力6%過 從來都沒有 我們都是只有2%3% 如果說 我們按照這個6%來估計 理論上 政府本來跟我們講說 他經濟成長力要6% 所以他的預算 本來是不是應該要按照6%去估計 但是從來有沒有 從來沒有 所以代表說我們的 預算怎麼樣子 一個要不然就是說什麼 他的政見是不是隨便說一說 騙騙騙騙騙的 要不然就是什麼 我們的預算來講 完全就是不甩我們的什麼 政府的什麼 總統的政見 所以這工 第一個我們可以看他說 是不是跟這個供需模式 是不是 有這個 有這一個什麼 有沒有這個配合 這是第一個 在審查的時候 我們可以這樣來看 第二個來講 我們 我們要來看的是說 這個稅入的低估造成支援的閒置 這個記得大概在差不多三四個禮拜以前 大家有沒有印象 這個我們報紙有沒有登過一個消息 是說我們的財政部不是說 我們今年度的營所稅超增了100多億 有沒有還記不記得有這個消息 這個我們看到這個消息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高興還是要怎麼樣 如果站在我們個人來講 我們是很高興 我個人我今年來說 我突然發現說 我的收入比我預期中多出100萬 我要不要很高興 很高興 因為說不定是我中了樂透 或者是怎麼樣 我今年的收入來講 我如果說可以發現說 我的收入比預期中多出來100億200億 我是不是很高興 但是如果站在一個公共政策 公共理財來講 他這一個超真的話 這個是不是值得高興 這就有疑問有疑力喔 因為我們知道說政府的稅收會超真的話 是不是有兩種可能 一個就是說我們的景氣特別好 比預期中的好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他當時就是低估了嘛 那我們知道說今年來講 我們的景氣有沒有比預期好 好像沒有嘛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可能那個是經濟因素 讓我們的稅收超增 這個好像不存在 那很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什麼 就是說當時我們在編預算的時候 我們就低估了 那我們當我們這個稅收低估的話 這個好不好 這個其實是不好 因為怎麼樣 因為行政單位他們會不會希望是說低估 當然會啊 低估的話 他是不是比較容易達成目標 然後只要說你超真的 一般民眾也會喜歡 然後搞不好他們還可以技工加獎 對不對 所以他會想辦法把低估 但是低估的一個結果是怎樣 低估的話來說就是 會不會扭曲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公債的政策 因為我們知道說你這個錢來講 我們剛才一開始在為什麼我們要講這個公共理財的原則 因為我們在既然是量出為入的話 既然你的支出是不能少的話 那你這邊來講 你稅收你把它低估的話 是不是你可能你要借錢就要借的比較多 事實上來講你要不要借 你本來可以不要借 但是你可能就故意把它低估了以後 你就變成什麼 你借錢就借多了 你的公債政策就會被扭曲 那公債扭曲了以後怎麼樣 是不是你負債增加 不然你公債利息或以後償還本金 這些都跟著都增加了 所以我們認為說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稅入的話 它有沒有低估造成國家資源的閒置 那公債政策的扭曲這個 那剛好前幾個禮拜的那個財政部那個宣布的話 可以讓我們來看到說真的是有這個現象 那我們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可以就這一點來加以怎麼樣 再檢討 那第三個來講 就是說稅書結構無法均衡發展各項的國政 那第三個我們來看說 它的支出來講是不是 各項的國政都有均衡的發展 我們知道說 其實一個政府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全方位各種要做的事情是很多 那既然要做的事情很多 但是我們的我們的預算就是有限的情形之下 你如果說哪些地方如果用的比較多 會不會排擠到其他的這些支出的這些的均衡發展 會啊 那我們來講我們也可以來檢討說 它有沒有均衡發展到各項國政 這個在早期啊 我們知道說台灣 我們都號稱說台灣是什麼 緩攻的基地 我們最主要就是要緩攻大陸 所以我們台灣如果要動 我們就把一些什麼 我們的預算 以前最高的時候 我們的預算有三十幾%都在哪裡 前年有那個什麼 前年的三十幾%的預算就集中在國防 但是我們一個國家的一個發展 是不是只有國防而已 不是啊 我們還有很多交通要建設 我們很多經濟要發展 很多這個國民交易要提升 這些什麼都要用錢啊 那我們這個有把這個錢來講 如果說是有哪些特別的用得多的話 會不會排擠到別人 那這一點的話是 我們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時常會發現說 政府的一個疏失啊 那說不定是疏失 或許是它政府故意要這樣子做 但是站在我們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這一點來講 我們要給它加以檢討啊 那這一個 有沒有說哪些稅出的結構是沒有到 那第四個就是說 中央集錢的財務錢影響地方自治的發展 其實我們知道說 這個還是有它的歷史背景 早期來講 我們整個台灣都是要緩攻大陸 所以我們就財集中 財政就是中央集錢 我們要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 就是要準備緩攻 所以錢都集中在哪裡 在中央政府 那集中在中央政府的話 會產生什麼一個後果 就中央跟地方的這個什麼樣 不平衡啊 中央的話就是說 中央有很多錢 那很多錢的話 他用的對不對 或者是有沒有效率 不要說我們今天是怕冷 有的人吃到吃到撐死 有的餓餓到餓死 這樣好不好 這樣就不好啊 對吧 但在一個國家的話 我們是認為說 最好是均衡發展啊 你有東西吃 但是也不要吃到說 太過於浪費 那也不要說怎麼樣子 也不要說有的地方 這個餓到連什麼 連基本的金會都沒有 你看 你知道像我們現在台灣來講 有很多的鄉鎮啊 比較二級的鄉鎮 不是那麼一年的預算 才只有多少 才只有十幾億耶 十幾億來講 扣掉那基本的人士就五六億 你想想他可能 搞不好有很多的鄉 比較那個的話 如果說政府沒有補助的話 他搞不好連修水溝 修水溝修馬路 這個什麼 裝護燈的錢都沒有啊 所以說這個就是說 我們台灣來講 有一些什麼 中央跟地方的不均衡啊 那除了中央跟地方不均衡以外 那個是有歷史背景看 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新的一個不均衡的一個現象 正在成形的是什麼 地方跟地方的不均衡啊 以前來講 我們台灣跟什麼 台北市跟高雄市是直轄市 對不對 現在來說 現在已經變成是什麼 五都在今年來 桃園那邊六都對不對 六個直轄市 六個直轄市裡面 這個直轄市跟直轄市之間 是不是 預算是不是均衡 再來的話就是說 六都跟非六都的話 這中間有沒有合理分配 這個都很多問題啊 那這些的話都是我們 在今年度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我們都要來看啊 你要知道說 有些地方來講 像台北市啊 台北市我們就真的是 我不知道說我們在座有沒有 有沒有如果實際上在台北市 跟非台北市的活動 你會覺得說 其實台北市還是非常有錢啊 台北市來說 你說像 這幾年他們在實施那個路瓶專案 有時候有時候我在想說 這路瓶是不是真的 這樣子就有瓶了 花那麼多錢有沒有效果 不知道 前幾年的花博 花了一百多億 你現在花博留下什麼東西 對不對 我們就覺得說 台北市的工作 就錢有很多都 都花的 我們覺得說沒有效果 那有些地方來講 我們就覺得怎麼樣 窮到說真的是 那個是我們覺得說 這樣子怎麼 巧富難為無米之催 有些地方散到說 鄉鎮就不知 那就是這樣 所以說 這個地方跟地方的不均衡 來講 我們也是 可以要來注意這樣子 那 第五個來講就是說 科目的編制不當啊 隱藏性的預算嚴重啊 科目的編制不當來講 這個就是說什麼 他就是操弄這些 會計的這些能力 這個我們知道說 預算其實是屬於 會計的一部分對不對 那會計這種東西的話 你這個有一個笑話是說 你如果問一個科學家 1加1等於多少 他會告訴你 1加1等於1.99 正負多少個誤差 你聽起來覺得怎麼樣 好精確對不對 你如果問一個哲學家的話 1加1等於多少 他會跟你講 1加1等於陰陽等於什麼 然後就開始講一套 你聽都聽不懂的東西啊 是不是 那你如果問一個會計人 1加1等於多少 他會怎麼樣 他會瞇著眼睛笑著問說 你希望的是多少 你要多少我就給你多少 可不可以 可以喔 會計是有 會計如果說 你懂得會計的人來講 他是有這個能力喔 因為什麼樣子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不知道我們在座有沒有學會計的人喔 你知道說 其他很多學科來講 他們有很多的定理啊什麼 講的都是絕對的真理 會計有沒有講 會計理論有沒有講什麼絕對真理 沒有 會計所講的真理講什麼 講GAP就是講什麼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我講的這些原理不是說 絕對的真理 只是說一般公認就大家認同而已啊 對比如說 像我們的會計裡面你說 這個存貨你可以猜 你採先進先後進先出法 是不是都可以 但是你知道先進先出法 後進先出法 對於你的所得數字 會不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會 你折舊你可以採直線法 也可以採加速折舊法 效果會不會不一樣 都會不一樣 但是 會計交的都是什麼 你這些都可以用 所以說 有的公司你為了要結稅的目的 你會不會希望說 我談了幾路就路好 因為你賺的太多 你要繳稅繳多對不對 那如果公司是想要跟銀行往來 我會不會希望說 會計給我的報表是賺越多越好 因為你如果公司虧本 那銀行趕不然錢 趕不然借你 即使借你的話 利息也一定會給你很高 所以他會希望什麼 賺越多 所以這個會計人來講說 你希望多少 他會被迷人 你希望多少 我就給你多少 同樣的 我們在預算來講 這中間有很多的什麼 會計可以去操弄的地方 我們剛剛在講說 以前 我們政府有太多的經費 都花在什麼 國防預算 那不是被罵嗎 那政府就要改善 結果後來他們怎麼改善 他們就去做一些什麼 編的報表的科目的調整 我們知道說 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 陸海空三軍官校 我們一般的想要說 三軍官校這種 這種協校的目的是什麼 是不是要幫 國軍部隊培養幹部的一個協校 所以他的錢是跟國防有關 有沒有關係 一定有關啊 對不對 這是你培養軍中的 軍官的這些訓練機構 當然是一定是屬於國防知識 沒有 但是我們政府就講 沒有 三軍官校的話 他本身他名字有一個叫協校 陸軍軍官協校 空軍軍官海軍軍官 他有協校 所以這個錢的話就是屬於教育 他就把這個這個預算 三軍官校的錢的預算編到哪裡 編到教育部 這舉例很多類似像這樣 那國防預算有沒有降下來 有 教育部你說教育的錢花的太少 有 教育的錢有沒有增加 有增加 類似像這樣子 他可以把很多的科目做這種的操弄調整 那隱藏性的預算 就非常的嚴重 那我們在審查的時候 我們就要注意說 類似像這樣子 好 那第六個的話就是 政府組織再造方案的意效怎樣 因為我們如果說 今年度要審查預算的時候 我們也當然跟前幾年來講 我們政府一直在說 政府組織再造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說 政府組織再造有沒有效果 我們是不是說 根據兩個標準來判斷來檢討 第一個是說怎麼樣 你這個組織再造的話 你用的人有沒有減少 第二個就是用的錢有沒有減少 你如果說沒有少用人 沒有少用錢的話 那你組織再造幹什麼 對不對 但是我們可以看的話 這個政府組織再造 我們這些公務人員 或者這些組織用的人數 有沒有降低 沒有 而且即使有些有減少的話 我們都是增加到哪裡 這些派遣人力啊 約故人員啊 所以政府的話很多的約故人員 政府現在是反而是很多派 我們大家在講說 這派遣人力約故人員 是對勞工沒保障 現在反而最大的派遣人力 最大雇主是誰 是政府啊 所以我們這個組織再造 這個在用人的言而 其實現在來講應該是 可以明確的講 現在他沒有減少 那現在可能我們就來看他的 那用錢有沒有減少 那用錢有沒有少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檢討說 他這一個組織 他的成效這樣子 那第七個來講就是說 尾辦的費用浮爛 是廣結人脈或尋求 政策的人或者衝他們 我們知道說政府有很多的錢 支出下去 你給他預算了以後 但是他這個錢用的 是不是達到他的一個目的啊 他是不是有的時候 是不是法能拿去做他的 選舉的裝腳的綁裝的用途啊 這個在我們上個會期 在六月在五月底那個結束之前啊 五月底結束之前 其實立法院通過的最後一個案子 是什麼案子 六年六百億的防洪治水方案啊 那這個治水方案 這個錢來講 其實 這個不管國民黨 民進黨 台聯黨 或者是任何一個立法院 我相信說 沒有哪個黨 哪個立法委員敢 敢把他擋下來 不讓他過啊 為什麼 因為這個治水的經費 你如果不讓他過 哪一天都在一個地方做大罪來講 因為這個是不是跟人民的生命財產有關 你這個政黨或你這個立委 會不會被人家罵 會啊 所以有沒有人敢擋他 沒有人敢擋他 六年六百億很大的數字 但是過了是不是真的就沒事 其實我個人認為說 我們這中間還有很多東西 也值得我們啊 我們知道說 這六年六百億的防治水方案來講 其實他是第二期 上一期是多少 八百億啊 八百億是很大的數字 你知道說八百億的話 有很多錢的話 是用到哪裡 分到地方政府的以後 可能他變成是什麼 他的一個裝腳的一個綁裝的一個費用啊 我比如我當縣長 那我可能你們幾個是支持我的 對不對 那你們就去成立一家什麼公司 然後大概這些金會就幾家公司就把它分掉 其實這樣子好不好 不好耶 這個有很多問題 這個的話就是說我們這麼多錢 但是你把這個錢變成是 給這些首長當成是一個什麼 他在選舉綁裝的一個籌碼一個工具 其實這一點的話就是反而 這個人民沒有注意沒有到那個 這個是如果說像這種的話 有時候我們在講講說像這種的話 這個我們是覺得說很不好 但是這個不管怎麼樣子來講 他如果說是太過分的話 他還有還有責任這個出事情或什麼 還有他還是調查局還是可以查 還是可以查 那其實我們來看的話 有很多地方我們看起來我們會覺得是說 真的會很生氣的地方是什麼 就像我們的 剛才我講這六百億這是第二期 第一期你去給他看第一期他的支出是什麼 有很多人來講他不是這個綁裝 但是可能是這個機關這個首長怎麼樣 他可能是做個人的什麼的績效 我們知道說在上一期的這個制水 黃紅制水方案裡面有很高的比例 有高達差不多快百分之二十的經費 是用在哪裡景觀工程 那我們是用景觀工程 其實我們是不是一個當然我們不是反對說 你不能做景觀你一條一條桂一條狗在旁邊 你給他做一些花園做花圃做什麼 這當然也不是不好 只是問題是錢可不可以這樣子用 你如果景觀工程你如果要用景觀工程 你如果說真的有心 你另外再編預算來做這個什麼景觀工程 這樣是OK的 但是你把這個黃紅制水的預算來共 我們知道說這個錢我們是希望說 你應該是做黃坡堤做水壩做什麼 真的是用在這個什麼 用在做這些黃紅制水的啊 但是有很多來講 他是把它拿去做什麼做景觀 那各位會想想說 第一個當然景觀來講我們不是說 講說景觀這個是不好 而是說景觀這個可能跟你的目的可能 因為景觀來講只有好看 但是對於黃紅的效果好不好不好 那為什麼這些首長他要做景觀 因為怎麼樣 對因為你如果說去做水溝 講一下有沒有哪個首長在這個水溝蓋上 可以寫說這是某某縣長 誰做的不會吧 我們會不會說如果說這個縣長他 他去把這個水溝把它輸去把它弄 搞好穿了穿去 我們老百姓會不會知道 沒有人會知道 但是他如果去把這個河邊做個河邊公園 做個景觀來講一個景觀步道 或者做個公園他可以旁邊 可不可以立個石頭 這是某某縣長某某的整理的 所以這個就是說我們認為說像這種的話 有很多補助的經費 是不是有用到恰如其負 或者是有沒有過於糊爛 這種東西的話 是他用來廣結人脈 或者是說他裝腳 或者是不是稱當他的門面的工具 這些的話都是我們實際上 我們都看得到的一些這些現象 這個也是我們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個人認為說我們要來注意的地方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來找 那再來第八個的話就是 考察會議的費用的必要性是否合理 這個是有很多單位的話 有些支出的話是不是真的有那個必要 我不知道我們在座有沒有台東來的 這個每一次大家講到這個 大家都很喜歡講台東做例子 台東的話最有名的 不是以前有個縣長 連颱風天都出國考察嗎 他一年來講不是考察多 而且是一個女生的縣長 一個女生縣長他一年的考察次數 到底你是來當縣長還是 把縣政府當旅行團觀光團這樣子 這個像這種的話是不是就有必要性 這個很多的支出的話 我們預算在審查的時候 我們就要注意啊 這個也是我們可以來看的 那第九個的話就是 各機關或所長的小金庫林立 因為我們知道說我們法律規定是說 你的金會沒有沒有預算的話 你不能用 那預算沒有經過立法院的通過 或議會的通過也不能用 所以有很多機關的所長他怎麼樣 這樣子來用的話是不是很不方便 所以他會希望說自己有一些什麼特別款 有一些小金庫啊 那小金庫小利民來做一些什麼 小金庫那來規避這些審查 那這些的話也是我們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要來注意 因為有很多這些小金庫的話 他的規模還是非常的大 而且大到甚至都不合理啊 這個就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像我們故宮啊 故宮來講 故宮這個單位是不是公家單位 其實故宮來講他隸屬於哪裡 他是隸屬於教育部 他這個故宮這個算是如果站在行政院來講 他還算是一個只是個三級單位啊 他的組織層級並不是很高 但是故宮來講他有個小金庫 我們知道說我們去故宮的話 是不是我們都很有可能去幫他買紀念品對不對 他那個什麼故宮的文物的那個 當然是假的不是真的啊 護製品的那個 那其實那個利潤高不高 那很高啊 我們去買一個那個什麼 假的那個翠玉白菜一個的話 那好像是塑膠還是什麼做的 一個一千多塊一千塊一千二 但是你看那個一個成本要多少 大概一兩百塊兩三百塊吧 利潤高不高很高啊 尤其現在你看那個中國人大陸客來那麼多 你看那個可以賺多少錢 但是他這個賣這些藝品的是誰來賣 他們就成立一個什麼 消費合作社也同仁消費 我們一般想像的一個什麼消費合作社 這應該是像學校的話是什麼 學校師生的這個可能 應該是不是規模的很小 可能賣一些大概就類似我們現在 在賣的東西啊 但是他是用這個名義來講 就來賣這些什麼 特定的藝品紀念品這些 那這個那這個的話 就就是他的一個小金庫啊 那這個金額就很大這樣子啊 所以我們在審查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來看一下說 有沒有這些問題啊 那第十個的話就是 這一個追加預算特別預算常態化 我們知道說 這個有很多單位來講 他就是說什麼 追加預算或者是特別預算常態化 其實我們知道說 追加預算特別預算 這些錢來講我們編的時候 其實他的目的是要用在哪裡 用在特殊的 或者是緊急的突發性的 這種才是我們這些追加預算 或特別預算的一個目的嘛 這個比如說前幾年 我們發生的921大地震對不對 921大地震發生之前 我們有沒有人知道會發生 不會 但是如果發生了以後 我們是不是像很多災區 我們需要馬上去什麼 去復健啊去搶救去什麼 這要不要花錢 這當然要花錢 那這種錢我們趕快動用 我們趕快來追加預算 趕快再來動用特別預算 合不合理 這個是合理啊對不對 但是現在有很多單位來講 他是把這個追加預算 特別預算幾乎是變成什麼 每一年度是常態化 都把這個錢都用掉 那這個都來講 我們就是認為說 像這樣子來講 就是我們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要來什麼樣子 要來避免 甚至有的時候這些追加預算 或特別預算來講 可能有很多都是一些什麼 一些弊端的開始啊 這個有些行政單位來講 我可能我就先我做一個工程 或做一個計畫 我可能我就先編一個很小的 很小的一個金額對不對 那這個金額可能是只有 只有這一個很少可能 一億兩億很少的金額 是什麼 誰的 好 不好意思 好 好 他可能是編一個很小的金額 而且都很正常 你知道 比如說編個一億兩億這樣子 你不知道 你知道這金額很小 而且也都沒有問題 你知道他過了 那他可能到年度中的時候 他就要來辦最佳預算 然後跟你講 頭就小了 你前面這個兩億已經花了 然後你後面這個可能十億八億 你如果不再繼續給他用的話 你前面這兩億就浪費了 他們這個叫做什麼 小案包大案 像這樣子的情形 這合不合理 這可能就很多的 很多的弊端 所以我們也要注意到說 他們有沒有這種追加預算 或特別預算的常態化 或者是利用這種什麼 小案來什麼 來隱藏來包場大案的 那可能就先編個很少的金額 讓你都沒有問題 然後後面 你要審查 你要通過他這個計畫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 他後面還沒有後續的這些 最佳預算的存在 如果說你不小心的話 他就跟你講說 這兩億花了 然後後面 我們台灣有一句話 說什麼 起床按半條 你說就起下去 頭洗下去 不然你看你要怎樣 不然就是這兩億就浪費掉 那這樣子的話 都是一些 我們常見的 以上 這些都是我們常見的這些 預算編制的一個書詩 好 我們現在再來越講就越講實務 那我們再來講 講說 那預算審查的實務 好 那預算審查的實務的話 我們打算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幾個內容 第一個就是說 法員的依據 我們審查都 我們總是 因為我們也是依法來審查 所以我們的依據是什麼 那審查的時間 期間是什麼 那審查的目的的種類 還有執行單位跟哪些單位來執行這個審查 而且不同的單位 它的重點是什麼 還有我們查核原則 還有我們處理的階段 這幾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這個 法員依據來講 我們知道說 預算審查是一個法定的工作 是 我們一般會想 一般人會 會以為說立法院主要工作是立法 其實立法 只是立法院的立法委員的工作的一部分 其實另外還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工作 立法委員主要工作有兩個 一個是立法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預算的審查 那預算審查也是立法院的一個什麼 法定工作 那他的這個法定工作 他的法員依據是什麼 最主要是根據一個是 預算法 一個是什麼 中央政府 預算的審查程序 這兩個法例 好 那預算審查的期間來講 我們知道說 預算審查也是立法院立法委員的重要工作 那預算審查通常都在什麼時候審查 我們知道說立法院一年有幾個會期 有兩個會期 第一個會期是什麼 2月1號開始 第二個會期是什麼 9月1號開始 那通常來講 我們會跟預算審查有關都是在哪 年度的第二個會期 就9月1號開始這個會期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通常 預算是要審查下一年度的嘛 那比如說現在民國103年 我們要審查是哪一年度的預算 104年 104年在上半年 行政單位編好了沒有 還沒有編好 他在9月之前一定要送到 9月之前他要編好 那9月份開始這個會期的 的話立法院才會進行 第二個會期才會進行這些審查 那審查的話他可以又分成兩個部分 我們知道說立法院我們剛才有講 立法院對預算審查 除了對我們一般想到的這些公務單位 比如說機關要審查以外 還有一個什麼機械要審查 但是我們這個審查的話 通常是9月份開始的話 我們優先先審查什麼 行政院跟各所屬的機關 這個叫做什麼公務預算 為什麼要先審查這個 因為你這個如果說沒有趕快審查完的話 如果說審查不完會影響到什麼 影響到這些公務機關 像下一年度因為你預算沒有過 他錢能不能用 他不能用會不會影響他的正式的推動 會所以我們一定要先審查 行政院跟所屬機關 那審查完了以後 再審查什麼 作業基金跟事業單位 那這些單位的話 如果說萬一你沒有審查完的話 他們的是可以怎麼樣 不會影響到他們公務的推動 所以我們審查期間是分成這兩類 那是先這一個再這個 那而且我剛才有講講說通常是差不多 在八月份或九月初的時候 他們行政院會把這個相關的預算書送到立法院 但是由於審查時間會在會期的中後段 因為他就是八月底九月初送來的時候 你立法院能不能審查 還不能審 你是不是要花時間要看對不對 那所以說他的審查期間會排在中後段 所以當現在如果說八月底或九月初 收到預算書的時候 我們時常會在電視上或媒體上看到很多委員 他就開始在講 今年度的預算怎麼樣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說 那個是除了爭取媒體曝光 跟給行政單位預告審查項目以外 基本上來講那個只是個人的發言 那對行政單位有沒有約束力 沒有約束力也沒有實質的影響力 這個是我們先講的審查期間 那再來講說那我們審查怎麼審查 我們審查的種類可以分成兩種 一個是什麼策略性的審查 一個是專業性的審查 策略性的審查是什麼 以政策性的考量為主 那這個我就是說政治性的考量 比如說像這一個最近來講 昨天上個禮拜五 這個我去年代新聞有個節目有個什麼 年代向前看那個節目在講什麼 講這個郭冠英的事情 郭冠英 那郭冠英來講 那個主持人就問我說 那因為其他的來賓他們都是只能講一講 他說那那委員你是立法委員的話 你不應該只是 你應該也不是說只有這樣批評一下 或評論一下講一講 我說當然不是啊 我說郭冠英的事情 我個人我就跟他講講說 郭冠英來講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郭冠英個人的言論 他說什麼他是高級的外省人 這個什麼我們這什麼台八子這些 其實這些是不是很傷害台灣人的感情 聽起來大家都說大家都很不爽 但是我認為說他講的這個已經 他講話的這些內容已經牽涉到什麼 種族歧視的問題 你要知道說種族歧視這個在國外 這個已經不是言論自由的範圍 這個在這個種族歧視的話 這個在國外這個是非常嚴肅的問題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哈佛大學念書的時候 那時候剛去的時候 那老師就是說有各國的學生 那你要介紹一下說你的國家 那時候我就起來就講講說 I come from Taiwan 我從台灣來 那我就講講說 在台灣來講我們是怎麼樣 我們台灣 那個對外有什麼中國的壓力 對內有什麼種族的這些存在 種族問題的存在 我印象都還有這個我那個老師啊 他就一副他就給我回答說 你這個no common 他說你們這個跟中國這個外在的什麼 這些我沒有我沒有意見啊 但是他就是講講說 你說你們有什麼內部有這什麼種族差異的存在 他說你們台灣有什麼種族問題啊 他就說你們你們台灣有什麼 你們你看看那美國 美國的種族問題也不嚴重 嚴重他們甚至連什麼 連一個家庭這個連眼睛的顏色都不一樣 那你說我們台灣你們在台灣叫什麼種族問題 那他這樣講我覺得對啊 為什麼為什麼人家他們種族 事實上他們是比我們沒有 但是人家為什麼人家種族沒有問題 不是他們種族 是他們法律規定的很嚴謹 這個歧視種族問題來講 誰都不敢去碰啊 你如果去碰的話 你如果公司如果被告那個什麼 種族歧視的話 你可能公司都有可能倒閉 不是前一陣子不是美國有個 那個NBA不是有個球隊嗎 他只是開玩笑講一下 他連球隊都要賣掉啊 那在我們台灣的話 你說像郭冠英這個講的 我都覺得說 這個都已經不是言論自由的範圍 這個應該都已經是在國外 這個種族歧視 這個都有很大的問題 不過我那天我是講講說 這個郭冠英的問題 這當然是大家都在罵 這個我跟你講 但是我個人認為說我們台灣來講 反而是說對於怎麼樣 郭冠英來講他這一個 要退休 他這個換了這個事 那我們聘他來沒有幾天 要讓他領退休金領一千多萬 那這個裡面來講 就有很多的問題 是行政單位的問題啊 這個的話就是要來檢討 第一個 這個監察院對於省政府的 這些糾正案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郭冠英他的一個任用來講 完全是量身的 他這一個公告裡面的任用程序需要有面試 但是省政府完全沒有進行面試 這程序也沒有完成 第二個來講郭冠英 這個他在這一個適用的時候 他一開始的時候是 分數是在倒數第三名 然後後來林鄭哲一直把他交換 交換到變成他在前面的 所以把他錄取了 那這個來講就有太明顯的 這個陰人設置的問題 那你是故意要讓他來領退休金這樣 那我就回答講講說 沒有那站在我們台聯黨的立場 我們當然我們不是只有評論 不是只有罵罵公安 我們反而我個人是比較在意的是 這些行政單位的作為 這個有沒有違法有沒有舒適啊 我說第一個來講我們台聯黨來講 我們就請那個誰 請林鄭哲 那個台灣省政省主席 還有什麼權序部的副市長 來做專案報告 那他們也講不出個所以然來 那我們就跟他講講說 這裡面來講 我們如果說省政府還是照樣 讓郭冠英這個事情 他現在就把時間拖過 以後還是前幫護 那我們台聯有兩個事情 我們一定會做 第一個 在今年度9月份開始預算的時候 我們會很慎重的考慮 你把省政府的預算全部都刪掉 可不可以 因為你錢來講可以這樣子亂花的話 這個是不是就是你這個錢就代表說 你這個省政府來講 完全是沒有必要的 第二個來講就是我們台聯黨的話 我們也已經去正式有我們台聯黨的南投的 因為省政府在南投 我們去南投地檢署給他控告這個什麼 省政府的獨職 那你現在是要避免這個風頭 但是如果說有這個司法案件 這個處理的話 那就不是時間風頭避過你就可以來做 這個是我們在講講說 那你問我說 你要怎麼把省政府的預算全部刪掉 沒有為什麼 這就是一個策略性的審查 我們就認為說 這個是一個政治性的考量 我們台聯黨或者是說我個人 我們立法委員 我就是一個什麼 政治性的一個考量政治的表態 我們認為說我們反對你這樣子 你省政府來講你不應該做這樣子 那天林正哲我還特別問他 我說那如果郭冠英退休以後 你這個缺你要不要再補人 因為我們知道說 慣例上像這種外交 這個什麼外文秘書這個的話 省政府是一個要猜測的單位 以前慣例上這個這樣子的缺的時候 這樣子的人都是有什麼 由外交部派人兼待 只是資言而已 不需要再補人 我問他說你這個郭冠英退休以後 你要不要再補人 他就回答不出來 因為他如果跟我講說不補人的話 那不是說你就是 完全是為了要讓他領退休金 做這樣安排 對不對 如果說你不補人的話 那你如果要補人的話 我就會接著問他說 那你要怎麼補人 因為我們知道說公家單位要用人 一定要有兩個條件 一個要有缺 一個要有預算 對不對 預算我就這個想法 最少你這個缺的話 一個要合併的單位 人事總署怎麼可能開缺給你 那你如果說是你要怎麼像人事總署 你如果說是人事總署 那反正會把問題越燒越大 那林鄭哲他就完全他都不敢講 那像這種的話我們說 這種審查我就是 純質就是這種什麼政治的一個考量 我就是你問我說把他刪掉 把省政府的預算刪掉有沒有什麼理由 不用理由就是就是你做的事情來講 在政治上來講我們的我們的意見 我們的態度就是這樣 那第二種的審查是什麼 專業性審查 那專業性審查 這個就不是以這 而是說我會根據快審法規 或者是各種的查核技術 我來看說你這個編的預算 有沒有錯誤或合不合理 那我們接著再來看一下說 這個預算的執行單位 我們知道說預算是由 我們剛一開始在講說 預算由立法院來審查 那立法院誰來審查 總共有三個單位會審查 一個當然就是說我們的什麼 預算中心 那第二個是黨團 第三個是委員個人 那預算中心是什麼 預算中心是立法院的一個編制內的單位 它其實這裡面來講是代表立法院 但是裡面的人都是公務員 所以他們的審查是比較強調的是什麼 中性審查政治性也比較低 常見的審查意見就是什麼 如果說你這個單位的什麼影印機太多 約聘人員比例太高 財務結構類似像這種 都會找出這樣的意見這樣的問題 但這些很多問題都是結構性的問題 行政單位通常是很容易就可以回答你啊 例如說你說他業務人太多 他可以推說這是配合什麼 人力一缺不補的精簡政策 所以這些問題的話 他很容易回答 而且他也不會改啊 講明白 因為這個是結構性問題 行政單位也改不了 所以這種問題是每年寵物的比例非常的高 那這種問題的話 其實是有沒有效果 沒有這個只有適合在什麼 有些委員來講他沒有做功課了或者是 因為我們知道有些很多委員他可能很忙啊 他事業很大或什麼 但是預算審查你委員 你又不能夠說完全都不講話 那所以有些委員他就是會把這個什麼 預算中心 他每年會提供一些問題的 的一個什麼提綱啊 或問題的 pushing list 有些委員就會把它 他如果說沒有做功課 他就把這些 而且沒有適當的材料 會把這種 這種題材拿來拿來問啊 其實問這個問題的話 對於政黨或委員個人的形象 加分是不大啦 但是他是可以應付說這樣 那第二個在執行預算審查的單位 這另外就是黨團啦 那黨團他怎麼查 他通常是以黨的立場 來檢視執政黨的施政報告 就整案來進行審查 例如像我們台聯黨 我們環對馬政府的親中政策 我們有可能考慮就是說 把陸委會的這個 這個預算裡面 是不是有太高的宣傳 我們就把它刪除 那你說為什麼把它刪除 沒有為什麼 只是這個是代表我們政治表態 我們環對你的政策這樣 或者像去年的時候 美牛的進口案對不對 因為國民黨是多數 所以這個進口案 國民黨他可以用多數的把它通過 但是你通過法案 你通過但是我可不可以把你 你通過這個法案 你要進口美牛 你要不要錢 要執行這個政策 你要錢 那我可以把你的錢怎麼樣 全部把它刪除 那當然刪除的話 讓他沒有不好性的推動 當然國民黨他可以繼續 再來把它翻案 再把它追加回來 但是最少怎麼樣 我可不可以讓你再重樓一次 我跟你另屁戰場 美牛案已經通過了 我表決我輸你 但是我把你相關的錢把你刪掉 然後這怎麼樣 好吧你再來談 那我們大家再來吵一遍這樣 這個就是通常立法院黨團 他們的預算審查就是這種模式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委員個人 那委員個人怎麼審查 可能是就個人的關心的議題 比如說像我來講 我本身以前我當校長 所以我可能我會不會對教育的問題 會不會特別關心 所以今天在審查的時候 我可能我會對十二年國教 對這些我會多一點關心這樣 那再來的話就是審查的原則 第一個當然是要審查 他是不是有合法性 那我們就看他的預算跟法規規定 是不是相互 因為我們有很多法規算編制的時候 是法規定你一定要怎麼樣 第二個來講就是合理性的審查 合理性的話就是說 就是審查的話 他是不是跟施政計畫是不是一致 行政院長施政報告說 他要照顧弱勢 那我就來看說 你要照顧弱勢 你社會福利的支出有沒有增加 或者合不合理 那第二個我可以進行什麼 呼吸性的複合程序 這是一個審計的一個 我們知道說有些支出的話 跟科目跟科目之間 比如說你報表 你跟我講講說 你都沒有負債 但是我從損益表去看出 你有什麼 你有利息支出 那是不是就很奇怪 你要不要跟我說明 你既然沒有負債的話 為什麼你要支出 或者是說 我看到資產負債表裡面 他有資產減少 但是損益表裡面 沒有出售資產損益 那我們知道說 這種除非就是什麼 你的儲分的資產 就是按照帳面價值儲分 但是通常我們都不會按照帳面 那你這個如果沒有的話 是不是代表說 你是儲分資產的利益 或者損失損益 是不是可能就被個人挪用 或跑到個人那邊去了 像類似這些的話 我們就是說 從審計上的專業我們可以來 那再來的話就是趨勢分析 我們可以來跟歷年比較 是不是合理啊 因為我們知道說 有很多的經費 其實他都是有持續性的 去年用多少 今年大概沒有 除非有重大改變 要不然應該是差不多 那另外第四個是結構分析 比例分析這些來判斷 那再來第三個查核的話就是政治性 政治性的話就是語情的反應 這個語情有什麼比較 像今年如果十二年國教 吵得很厲害 你說我要不要對教育的經費 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再來就是政黨的立場主張 這我想說每一個政黨總是 他的立場 那第三個就是地方需求 尤其是很多區域選的立法委員 他要不要幫地方爭取一些經費 或做一些事 要不然他才下次選舉 他才有政見可以講 那當然第四個就是個人需求 你委員 每一個人有你的專業 或你特別關心的事情 那我們再來講說立法院的預算審查 預算審查也是一個預算案 他也是按照程序也是要經過三讀會 那在一開始一讀會的時候 我們預算審查的話 我們不管是黨團或者是委員來講 我們要提出足夠的預算案 凸顯本黨或委員的努力 跟擴大他的影響力 所以說你在一讀會的時候 每個委員你一定要 你不能夠說我都不提案 那不提案的話 行政單位會最高興 但是人家會覺得說什麼 你到底你有沒有在做事 所以說第一個一定要有足夠的量 但是也不要太過於忽難 以前曾經有個立法委員是怎麼樣 一提的話他就提了一千多個案子 那一千多個案子的話 那結果是什麼樣 他是說廣發這種案子給各個黨委 然後每個黨委就來跟他講 那他就開始來推銷一些東西 那其實這樣子的委員是會被人家詬病 所以說這個也是要注意 委員我們不能夠說你完全都沒有 但是也不可以太過於忽難 那二讀會的話 就是通常你各個委員體 或各政黨體到二讀會的時候 那就透過政黨協商 那大部分的預算在二讀會 都應該要獲得什麼獲得解決 你要堅持 那到三讀會的話就是 我們最後的預算審查的結果 那預算審查的結果 大概不外乎有這幾種 一個是刪除或者是統刪 那第二個就是把它凍結 刪除或統刪就是說 你把它的預算來講 理論上來講 這個刪除的話是 這一個行政單位 你把他的預算把它刪掉 讓他沒有錢 這個看起來好像是很嚴重 但是要注意 有的時候是行政單位 因為他本身 他也不想做這種事 他反而希望你把它刪掉 因為刪掉以後他不做 但是人民在罵的時候 他就可以講 這是立法院把我刪的 讓他該做事他不做這個 那要注意有沒有這個 第二個就是說 有的時候我們就說 我不是把你刪的 但是我可能我就 就你這個單位 統刪5% 10% 這種方法 這種方法也是一個 一個很好的方法 但是 要注意一下 統刪了以後 有的時候 這些機關所長 他回去他 你把他統刪 他的單位10% 但是他回去不是各單位 各個 他搞不好是他回去 這個某幾個部門 部門跟我比較好 我就給他少刪一點 那某幾個部門 變成是給機關所長做成一個 什麼 他去整頓 或是整肅內部的一個工具 籌碼 這也要注意一下 那第二種 應該是第三種 就是凍結來講 我個人認為說 凍結來講 反而是行政單位比較怕的 凍結是什麼 我不是說預算不給你 我預算給你 但是 我先把你凍結 那你來說明完了以後 我再給你解凍 那你知道說 這個如果一凍結 說不定是三個月或半年以後 他才看他說明到什麼時候 三個月或半年才解凍 那你知道在這個情形之下 他的事情要不要做 他還是要做 但是你拖三個月半年來講 行政單位會不會壓縮到 他的執行期間 會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凍結來講 可能是行政會比較害怕的決定 凍結並不代表三組 行政單位還是有執行的壓力 但是會壓縮他們執行期間 叫有殺傷力 那當然最後的話 就是這個 這個 我提出三個來講就是 這個 理性預算是天荒夜譚嗎 這個大家來試試看 大家都希望說 理性的預算審查應該是理性 但是 事實上來講 因為 預算它本身是一個很專業性 而且又很政治性很高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很有可能只是一個天荒夜譚 第二個是見證性預算 因為我們知道說 其實我們每年花那麼多時間 有沒有可能 我們就是只有 現在有人在講 講零基預算 我們這個是 見證預算的話 就是說從這個 只有增加的部分我們才審查 例行性的話我們就不要審查 但是這個是一個理想 但是 這是有的迷思 有的人在講零基預算說 那不行這樣 我們每一年都要從零基 這有很多協理上的探討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 有志天書難把關 這剛才我有講過 這個預算書來 我們這看武俠小說是 無志天書很有功利 但是預算書來講 它絕對不是無志天書 但是 在我個人覺得 有時候它跟無志天書 也差不多一樣難 這個是 以上我們做這三個的 決議可能 這個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跟大家做 進一步的一個說明 那 這個 我慣例的時候 可能會把這個 再講一次的就是說 真的 以前當老師的話 我後來有發現一個事實 就是上課遲到 真的都不用擔心學生會生氣 學生都會說 老師你慢慢來 只差沒有說 老師你最好不要來 但是 如果說下課的話 我會發現說 如果說沒有準時下課 真的站在台上 其實為什麼學生都坐立難安 一開始是很不能釋懷 但是後來我還覺得 滿能接受 因為怎麼樣 因為我如果不準時下課 會影響人家 他還有下一節課 或許有的人要去打工 或許有的是有什麼事 你如果說老師很認真 但是你不準時下課的話 其實會給學生很大的困難 所以說如果再這樣 我們現在剛好 距離我們下課的時間 是剛好的時間 我必須要在這裡宣布下課 那當然在下課之前 還是再一次謝謝 這麼多人還這麼認真的聽講 真的很不簡單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很難得啊